神车会被称为神 那是因为它做到普通车做不到的事 马来西亚的神车有不少 当中就包括了一代传说 Toyota Vios 今天我就不试车了啦 因为我带来了 四代同堂的 Toyota Vios 我们来讲车 第一代 Vios 在2003 年正式诞生 它是一款专门为东南亚市场打造的战略车款 当时的东南亚油价一直在起 所以人们都在找省油的车 So Toyota 就打造了出这么一款 小过 C-Summer 1 号 引擎排气量比较小 然后主打省油使用的车款 其实 Toyota 相当聪明 这台车是基于当时现有的 NBC 平台打造而成 算是 Toyota 之间拿现有的材料 然后加一点东南亚的调味料 炒出一叠菜 东南亚人都喜欢 所以这台车一推出过后就大卖 它搭载的引擎是当时算是很新的一具 1MZ FE 1.5 VBTI 自然进气引擎 搭配的变速箱是四速自排 而同时也有这个五速的手排可以选择 在配备方面以现代来看其实是相当的basic 但是其实已经是很厉害了 就它有这个一个 airbag 然后高配车型是有两个 airbag 还有这个在那年头很厉害的 Auto 上下的 Power Window 然后有 ABS EBD 当年的这个奢华就是这么的简单 这个一代 Vios 它除了省油以外 它的结构也非常的简单 也因此很耐用 同时还继承了 Toyota 当年著名的车脚奈的传说 你不要看到这辆车它已经到了这个读FM3FM4的年龄啊 它的车脚还是很solid的 而且从来没有换过 可能你们不知道这款 Vios 在泰国还有一款涡轮版本 在这一具1MZ FE身上加上了来自 Starlet Glanza 的涡轮遮压器 搭配密出伦比的变速箱 当时在泰国只推出了144台 而这个Turbo版也是为了当时一代 Vios Khaki 梦寐以求的引擎 那这台车其实算是我相当有回忆的一台车啦 读大学的时候这台车算是我的 dream car 那时我就觉得这辆车的内部空间很宽 尤其是后座 哇整个就是很舒服 可是现在看回去它的这个 size 其实很 cute 那这台车它的这个尺寸呢 是和现在的 Proto Saga 相差不多的 它的车长甚至比 Saga 还要短 但是后来 B-Segment 的消费者开始追求空间 也因此在07年第二代的 Vios 就诞生了 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基于全新的 B-Platform 打造而成 这个底盘最大的分别就是它的身形加大了 带来更出色的这个内部空间表现 至于在动力方面呢 它依旧维持一代 Vios 的配置 同时在安全方面也是一样有这个一个 Airbag 以及两个 Airbag 的选择 ABS E-BD 也是相同 但是 Toyota 还是有加入一些新元素 就是包括导入了当时一些比较 fancy 的配备 像是有这个 steering button 有杯架 然后还有当时大家都觉得很高级的 T 型 Gear Shift 的设计 这个 Vios 其实开起来它的中心相当的低 是很好开的一台车来的 加上它的这个空间表现是真的是很出色 而且很省油 所以到现在 还是我相当喜欢的其中一款 Vios 这些东西都是当时的东南亚人们所提到的东西 所以这台车一出来又是大卖 那这一代的 Vios 也是我国最好卖的 Vios 在我国上市了六年 总共卖出超过178,200 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二代 Vios 外形就 加上这台车在跑高速的时候 很多人就留言说有点浮不够稳 所以 Toyota 发奔图强 在2013年 推出了三代的 Vios 同样是基于这个 B Platform 打造而成 可是在稳定性上是改善了非常的多 这两车当时最大卖点就是外形上 大家可以看到啦 是帅了 而且这两车还有一个 号称0.28cd 的低风阻系数 接近跑速了哦 同时在内装方面呢 这一台三代 Vios 它相比起三代车型 也是又在上了一个 Level 更加的豪华了 这个三代 Vios 除了在内装上更加的精致 更加的豪华以外呢 它也把大家都吐槽的 那个一代 Vios 还有两代 Vios 招牌的中间的仪表盘 移到了驾驶座前方 这个改变当然是大受欢迎的 但是当时的消费者就开始 嫌弃这一台车的这个动力组合 采用什么万年引擎万年变速箱 所以在2011年 Toyota 又为这三代 Vios 推出了一个改进版 主要就是换引擎换变速箱 采用了代号 2NR FE 的 1.5L Dual VVTi 自然进气引擎 而变速箱方面呢 则是改为 CVT 无段速变速箱 在数据上它是比起之前的动力组合还要退步了一点 但是油耗表现进步了不少 这也让它获得了政府所办发的 EEV 认证 当时 Toyota 也为这个改款版全车系标配了 VSC 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可惜的是它还是只有两个 Airbag 而已 但是在这之后 Toyota 并没有松下脚步 继续为这款 Vios 不断的改进 迎合消费者的胃口 于是最新的 2021 Toyota Vios 诞生了 这个最新的 Vios 虽然说在外形上和这个三代看起来是差很远 但是它其实技术上来说是一个诚意满满的小改款 因为它同样是基于 Bleed Platform 打造而成 而动力组合方面也是一样沿用 这个 2NR FE 1.5 多 VTi 正能进行 搭配这个 CVT 5 段数变速箱 在油耗表现依旧是非常出色的 那在外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车头整个就是时代感十足 我甚至觉得它的这个水箱护罩设计 有点 Lexus Sprinter Grill 的感觉 看起来有一种小异 一号 Camry 的 Feel 啊 而且头灯组也同样导入了现代人最想要最爱的 LED 头灯组 但是这个最新的 Vios 最大的卖点还是在内涵的部分配备上 首先我们就先讲一讲看到的部分 这台车是拥有这个双环式仪表盘的设计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相当漂亮高清的彩色资讯显示器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电子的恒温空调系统 以及上方这个 7 吋的触屏主机 这个主机还支援时下流行的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 同时还有一个功能相当完整的 360 度全景环绕摄像辅助系统 这个 360 度啊 你有不同的这个角度可以切换 同时它还有一个 3D 的显示影像 可以让你更清楚的看清你周围的这个环境 抬头看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这个 电子防旋幕的望后镜 是一个 Autodeming Mirror 这个我基本上在 B7 好像没有看到有什么车款 是拥有这个功能的 但是这台车最厉害的 还是在看不到地方 那就是安全配备了 首先这台车是拥有 7 具安全气囊的 而且这辈 Toyota Malaysia 还导入了 像是车车盲点侦测 后方横向来车警示 车道偏移警示 以及前方碰撞预警 外加缓速的功能 在这个安全性上是更加的全面 哦我忘了 相比起上一代的 Vios 这个最新的 Vios 它还多了 斜波起步辅助的功能 那讲到内装 其实这个最新的 Vios 它在整体的质感上也是有改进的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它的这个设计是更加的时髦 这个 Desktop 我是蛮喜欢的 它同样有这个 Gate Shift 的排档杆设计 而且这一回哦 这个动力组合还多了 Sport Mode 运动模式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它的这个三幅式方向盘 就看起来很运动的同时 这个按键啊 质感是大提升 看起来更加的精致 也更有 Lexus Feel 而且这台车还是有这个 Pedal Shift 的 加上它拥有这个正皮的包裹 这些东西我们在以往的 Vios 都是看不到的 那真的是随着时代的演变 Toyota 一直在不断改进这一款 V-Segment 的产品 不过Toyota 这个日系品牌 其实在细节上面也是相当的讲究 所以在这台车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一些细节上的小巧思 好像这种 Rower 甚至连这个扶手箱 它都有慢下来 Slow Motion 的这个功能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能够增加这个 Attacks 感的一个细节 那其实我已经和这台车相处几天了 这几年开下来啊 相比起这些以往的 Vios 这台车在整体的驾驶质感上也是有进步的 包括在Toyota 拿手的隔音表现上呢 这台车是我so far 目前开过隔音最好的一台 V-Segment 同时在整体的这个 Refinement 还有 NVH 上呢 它的这个感觉也是在同机当中算是最强的啦 就开起来其实我有一种接近 C-Segment 车子的这个感觉了 整体真的是比较 Solid 也比较稳定 比较静 比较没有那么多震动的感觉 这方面也是其实都是 Vios 一直以来的其中一个卖点 来到后座部分呢 其实在不断的改进之下啦 这一代的 Vios 的后座是我做过最好做的 Vios 了 那讲到后座其实除了后部的这个空间表现以外 其实这个乘坐的舒适感也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东西就完全体现在这一代的 Vios 因为大家从镜头上就可以看到这个椅垫呢 它是这个长度是完全是足够 能够支撑到我性感的大腿的 这在以往的 Vios 它是稍微不足 但来到这一代它是改进了 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的支撑性高度方面也是做到刚刚好 包括椅背的这个斜度以及它的这个设计呢 全部都能完美地hold up 你的身体 我觉得这一台车是我so far做过后座最舒服的一台 V-Segment 它甚至还有这个 Armrest 而且这个 Vios 它也延续了之前的 Vios 拥有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这个 V-Platform 它中间的这个位置 它的这个地板是全屏的 所以你坐这个中间的后座乘客 你的脚是可以很舒服的这样子放着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 这个东西我不懂为什么要在这样后面 然后也没有这个空调出的风口 这个是这一代的 Vios 稍微不足的地方 今天在体验了这四款 Vios 过后 真的是有见证到这个 V-Segment 神车 一路的演变 进化 还有改进 它的确是有越做越好 然后继续迎合大众的这个需求 那讲到 Toyota 很多人可能就吐槽啦 说什么万年技术 万年引擎 万年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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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Toyota 还没有技术吗 它没有科技吗 有 只是 Toyota 这个品牌它本身还是比较偏好 把一个技术一个科技用到真正成熟以后 才下放置所有车款 尤其是像这种入门的车款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主要是维护它的这个品牌形象 开不坏的丰田 这个精致招牌不是随便说说的 也因为这样我相信大家也都体验过啦 就 Toyota 的车的确是很耐用 很省心 什么都很耐都很省 包括很省油啦 而这个好口碑的确是 Toyota 多年下来所经营的一个心血 也因此所有 Toyota 的车款 不会听到有什么问题啊 坏在路边啊 买它就是买一个安心 也因为这样它的 Reserve Value 很高 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放眼如今的 Toyota 车款 其实在配备上也不会吝啬了 好像今天这款最新的 Vios 该有的都有 消费者喜欢的它也有 安全配备方面呢 中介版就已经有 Toyota Safety Sense 了 加上同级最 Solid 的质感 我是觉得的确很值得考虑 好啦 那今天的这个影片也是时候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我这个讲古老 今天讲故事讲到如何 喜欢的话记得不要忘记按赞还有分享出去 如果觉得我有讲到什么不足的地方 还是你们想要补充一点的话 记得踊跃在下方留言 有没有 Toyota Vios 的车主们 欢迎出来报道 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影片再见 然后不要忘记啊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你看头发都吹到乱了 拍影片不容易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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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